各位編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豬仔介紹一隻 新五仔精工 因為有個年輕人 可以介紹一下新五仔 不要經常介紹 舊五仔精工 豬仔就找一隻 新五仔精工 Fashion Fashion的五仔精工 這套帶給大家 這套帶給大家 雖然它也是用4R的機身 但它是千多元貨 五個千宗 我自己覺得可以 而且它是黑色學 整隻錶 好了 這套帶可以玩多些換味 例如轉皮帶 聰明的錶尾 就看到我後面搭配了皮帶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 先講解了一隻錶 這隻是新五仔精工 Sey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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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超人五仔 logo 而六點位置寫了自動機械機芯 4R36機芯 4R36機芯 動力儲能到41小時 可以手上發條 兩萬一千六的鎮品 你看到星期日曆槍 擺在三點位置 三點位置 你看到白盤黑字的星期日曆槍 它用了右看的字 這星期日曆槍也很容易看的 我自己覺得很清晰 看一看夜光 我記得新五仔精工的夜光也不錯 不算真的不錯 雖然它不是潛水錶 但它也是不錯的 綠色的夜光 大家看看夜光 時分針和黑度都有夜光功能 秒針的末端都有 有夜光功能 有夜光可以看到 夜晚也很清晰 秒針也很特別 用了白色的前半段 後半段一個夜光加了黑色 白色的指針也很清晰 黑色的指針也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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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清晰 有個內影圈 我喜歡新五仔精工 就是它有個內影圈 再加上它的玻璃 做法 我每一次講五仔精工的時候 我都覺得這個位置做得不錯 例如打側看 它內影邊有一級 旁邊的玻璃也做了斜邊 但是不是凸起的平 我挺喜歡的做法 摸下去是平的 但是它又有一條斜邊 邊線的玻璃 變成很有層次感 側看大家覺得 很鎮定的 很有層次感 好 好 試一下那個標關 標關做了 因為它做十個巴巴的防水 這個標關放在四點位置 只做了拉推關 沒有做到螺旋式鎖標關 好 我們試一下標關 標關有一點弧橋位 看到有一個弧橋位 四點滴沒有那麼硬手 我們試一下 向上轉動 就是上發條的 41小時動力處能 剛才提到 大概30下 那條鏈已經滿了 就已經滿了 這個 如果你戴 其實上十下八下就足夠了 好了 再踢起來 有停秒功能 你看到一支白色的秒針 停了一秒 有停秒功能 向上轉動 就順時針方向攪時間 比較緊緣 都可以的 手感都不差 扭到這個 五點多六點位置 六點多的位置 我們才好調整星期日力盤 那就一定不會損壞那個機心了 向下轉動 調日力 大大聲 都頗好手感 我現場聽是大大聲的 一格一格跳 向上轉動 教星期 教英文就跳英文 教西班牙文就跳西班牙文 教英文 大家都看英文多了 應該 今天星期四 好了 教完之後再按進去就可以了 拉推管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潛水圈 單向式的潛水圈 這個潛水圈 做了雅黑色面 整隻錶都比較型格 有時候有些錶迷覺得 黑色錶面 黑色錶殼 或黑色錶圈 不是這樣出 其實不是的 黑色錶面 錶圈 錶殼 有其他換味 例如像這個圓裝 配了一條綠色的裏圖帶 甚至乎 配不同顏色的鮮色錶帶 好 我試試看 黑色也有種型格 神秘的感覺 單向式的旋轉錶圈 都可以的 一格一格跳都很清脆 有120格 120kg的單向圈 看一看 這個錶的 旁邊的九眼紋 打磨 挺漂亮的 這個九眼紋打磨 也有自己的花紋 中間好像一行 一樣 揀開了 九眼紋 錶腳位置 看看 做了拉絲的花紋 延伸到旁邊做了光芯 旁邊做了光芯的處理 大家看看 光芯的 這裡其實它留了兩個孔 左右每邊兩個孔的味道 就是預了你換錶帶 有些增加的換味 好 我們看看這個 這圖帶 它配了一條尼龍的錶帶 這裏做了一個黑球 這圖帶是薄的 做了一個綠色的 1 2 3 好長 很多孔 4 5 6 7 8 9 10 11 12 12個孔 另外一邊做了黑色的拉絲的油環 再加上一個拉絲的不鏽鋼扣 都是寫在SEICO 好 看看錶底 錶底方面 先移開一點 錶底方面做了透視的底蓋 一個螺旋式陷入的不鏽鋼底蓋 10個坡的防水 都寫著了 這裡有一塊膠膜 就不是花了 它做了一些拉絲的打磨 你看到 好 再來穿回去試一下平上尾給大家看看 這個錶就是直徑去到42.5mm 42.5mm的直徑 但是望錄就不是很大隻 42.5mm的直徑 而那個錶呢 試一下帶給大家看看 我的手呢 就是這個 我的手呢 就是14.8cm的手腕 這圖帶有很多人 就經常告訴我 喂 戴完之後這樣 突出出來的 其實這圖帶就是這樣 反回去 寸回去 通常這圖帶都是這樣 的配搭 我穿了下去再給大家看 其實這圖帶就是這樣的 反回去 也是OK的 自己戴上去的手感也不錯 這個錶 由於它用這圖帶 就比較輕身 配了一條均綠色的錶帶 這個錶呢 豬仔推介多少錢呢 一千三百九十八塊 一三九八 都是最後上車機會 精工就四月 第一個星期就加價了 還有很短時間 還有七天一個星期 如果有興趣的錶迷 就盡快 不要錯過了 否則遲些買 我真的不知道加多少 有些人吹風說加兩成 有些人吹風說加一成 有些人說 豬仔你說嗎 你又說加 大家放長雙眼看看 加我就覺得加緊 差在加多少 之前有個錶迷留言說 精工加價嗎 沒有聽過 如果你去過日本旅行 近期你就會看得到 他把錶迷都黏了 都會告訴你 他加價 所以這樣應該很大程度會加的 真的 趁著現在還是 值得玩 一千三百九十八塊 一千四塊還有兩元雞 還有黑色的鶴電道 也挺漂亮 黑色的 好 喜歡豬仔這個推介的 就給個like豬仔 讚一下豬仔 豬仔很努力地找一些 新錶 筍價的錶 加價錢值 還是很值得玩的錶 我也要介紹給大家 如果你還未訂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訂閱 下次再有新錶出的時候 第一時間通知你 好嗎 好 借一點 如果喜歡聽的話 就繼續留下聽 就是 豬仔有自己的風格 搭配了 我自己覺得 這些可以玩一下 換味 拉遠一點的鏡頭 這條很棒 這條叫做黃中啡帶 黃中色帶 很有型 如果搭配下去 雖然它做了銀扣 但也很有型 如果搭配下去 這條錶 可以增加換味 也是百多元 也不貴的 還有質感 顏色很有型 車線帶 來過買錶帶的錶迷 今早也有兩個錶迷 來買錶帶 他知道了 這麼厚的錶帶 也有很軟熟的 很漂亮的質感 還有整個銀扣的味 喜歡皮的錶迷 也很棒 另外又配了第二個風格 22M直徑 這個叫做 亮皮的啡色 這個啡色 配起來也是 整隻錶高格調了很多 亮皮啡色 也很有型 一個車線錶帶 這些是底面真皮的 靚皮隔離 最後一個 這個也有快刷 這個比較薄 這個錶帶 這條橙 這條黃中啡 也是淺中啡色 也很有型 配上去 也是 配這個也很棒 整隻錶 換味增加很多 而且很鮮 加起來是1500元 如果這隻錶才1398 加多一條100多元的錶帶 好 喜歡豬仔的推介 可以怎樣找豬仔 在Whatsapp 內容下方 有豬仔Whatsapp電話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內容更多 除了手錶的內容 還有豬仔Whatsapp電話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或者打給豬仔 也可以 告訴我你在佐敦或荔枝角 這隻錶就有一隻現貨 下星期二三左右 再多兩隻 應該星期一左右 再多兩三隻現貨 有興趣就盡快找我 還是舊價1398 多謝